这一片左右没有出口 孙统领 已经带着寻方营的兄弟 绕到了对面 如果人犯逃过去 他一定能发现 行动吧 是 行动 走 救命 你 大統領 人犯就是朝你那個方向 逃的 你沒看見 並無蹤影啊 推幣 包大的 這裡好像是 蘭陽侯府的後牆啊 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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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侯爷 薰大哥 我已经听下人禀告过了 追捕重犯要紧 整个侯府除了内缘 大团领尽管搜查 多谢小侯爷 他潜入的恐怕就是贵府的内缘 这个 我恐怕要先向母亲禀告一下 好 请 母亲 原启 母亲 坏夫人 我 你 你 这个刽子可否 我来吧 莱阳太夫人 恕非斩卢吗 那这个 我走 里面 里面都是些老身的贴身衣物 可以了吗 惊嚷南洋太夫人了 有劳玄大哥 走 母亲 母亲怎么啦 母亲怎么了 没事 我想清静一下 你先出去吧 孩儿告退 下去吧 是 那是 一什么 帳 里面送你 哎呀 是 一帮你 我们就吃吧 好 我 有 太子殿下已经正式册封东宫 他的名秽不可随意称呼 第二 皇后娘娘管教太子 唯有陛下和太子三师可以负责 你是什么身份 可以当面之宅 大哥 一两句话而已 真的需要想这么多吗 怪不得老歌主说过 身在金陵巢局中的人 全都活得太累了 这些人 上来 试试 以巫蛊之术 诅咒皇帝陛下 太夫人 你这罪名好像比我还重啊 你是谁 你想要干什么 我就是路过 躲躲 不想干什么 我不是想跟大哥顶嘴 就是觉得 你这么小心翼翼是不是反倒有些刻意了 平静 段同舟拖曳之前 你我不是就已经推断了 他另有效命之人了 大哥想到谁了 没有 这也不是可以随便猜测的事 但是不管怎样 总归是有那么一个敌人 引在暗处 你有没有想过 我常立府一心为国护卫边界 为何在朝中 要面对如此多的敌意 陛下越是爱重 我常立府越不可辜负 无论你内心如何坦荡 都不能要求他人 天然就明白你 就相信你 我命令你谨慎手礼 并非刻意更不是虚伪 而是不愿让其他的人误以为 我常立府自认功高 就对陛下和太子省了敬意 你这么聪明 难道连这都想不明白吗 禁军和巡方赢了 怎么会在达阳府的外援 难道是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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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听从飞斩的安排 走吧 二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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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哥 原浅 是 是 我跟他过了几周 但是没有围处 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怎么样 大统领 都宿舍过了 没有发现 徐大哥 能找到他一次踪迹 肯定能找到第二次 只要段同洲还在京城 他肯定逃不掉的 宿布你的人已经都离开了 你还是赶快走吧 不管太夫人信不信 你这点秘密 我也不是今天才知道的 他说句实话 躲在这屋里悄悄扎几针 真的能解得了太夫人 管局多年的心头之恨吗 你也认为 我说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徐大哥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刚才交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这个段同舟居然如此高强 你怎么会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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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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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上 世子 您回来了 世子 世子 给父王请过安了 林姑娘说 最后一副药得睡前喝 我去给你拿药 别着急 厨在 命令选中虚药 我们都还年轻 父王半个字都没有催过我们 您又何必那么心迁呢 可是 我都嫁给你七年 才七年就你了 我还要你嫁给我一辈子呢 小雪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不仅是你的夫君 也是你的平常哥哥 对我来说 能够娶到你 就已经很幸福了 至于其他的 若有 那是锦上天花 若没有 也不必太过在意 我就是想锦上天花 想给你生个孩子 乔公子 宝贵 周管家 有事吗 季风堂的伙计来传话 他们姑娘说 请您过去与他 现在呢 好像是吧 好 知道了 这边 二公子 小心脚下 云姐 您知道林姑娘找我是什么事吗 我也不清楚 二公子亲自问姑娘吧 姑娘 林姑娘 云姐 先下去吧 把外门关一下 是 来 灵溪 这还是你第一次主动叫我过来呢 是不是我最近一直忙其他事没有登门 你有些想我了 想我就想我嘛 没关系的 我一直都挺张然想的 哎 哎 灵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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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告诉你啊 我们狼牙阁虽然不怎么讲究 可长林府是有 有家规的 大半夜的我们这么聊天 不合适吧 这盒子怎么这么演什么 这是你大嫂的 你大半夜叫我过来 就给我看我大嫂的脂粉盒啊 你再仔细看看 家层藏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怀疑这是东海珠礁 什么是东海珠礁 你还要管我 是东海珠礁 路上怎么办 是东海珠礁 在哪吵大仆 帮富山珠礁 帮富山珠礁 你非战 好 地创下 对 来 你最近不是很忙吗 怎么有时间过来了 我最近之所以很忙 忙的都是陛下交托搜捕逃犯之事 今日接到巡防营来报 发现了段同舟的踪迹 我跟他交了一下手 你跟他交手了 那人抓到了吗 你的意思是说 我大嫂结婚这么多年没有孩子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东海珠礁药性结寒 放置不动亦可散发尽燃 如果世子妃常用这个粉盒的话 很有可能会引发出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果 此药极为难得 我也只在数年前才见过一次 这一片凝胶究竟是不是东海珠礁 我尚不能确认 这就是我为什么 没有直接告诉你大嫂 而把你先请过来的原因 我明白了 孩子一直是大嫂心里的一个结 你若是判断错了 我这么急着告诉她和大哥 我说你不是想要的 你这一片凝胶 你这一片凝胶 一片凝胶 也不会是凝胶 他们两个的烦恼 也不会是凝胶 他们两个的烦恼罢了 二公子能想到这一点 也算很体贴了 那你要怎么才能确认 既然他已经在我手上了 测试比对一下毒性就行了 需要多久 最近药房不忙 两三天就可以了 能够从你的手下脱身 看来此人的确不凡啊 段同舟的武功的确邪性得很 与我交手的时候留下了一个掌印 看上去 却不似肉身 就像烧红的铁掌落下的一般 这一手功夫 即便是在茫茫的江湖间 也不可能有第二个人做到 更何况在这京城之中 叔父是否能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欣 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就是 那我大嫂还能调理回来吗 是 世子妃是习武之人 身体康健 应该还可以想别的办法 可究竟是谁会做这样的事 她所涂的又是什么呢 我是医家 自小读的是医学宝典 想的是济世救人 至于世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 我从来都想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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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多谢你非心 书夫是一个文官 对于武学知识是一窍不通 在你说之前 我甚至都不知道 这儿有一个手印 更认不出这是什么 幽冥鬼火 我不是你想说 这个段同舟 曾经潜入过我的府上 叔父 此时夜深 四下无人 是否可以直言相告 看来你到我这里来 早已在心里 给我定了罪了 我只相信 自己的眼睛 若是说我与宋福的案子 有牵扯 那么他本人为什么不来指认我呢 也许你确实没有跟他合谋过 也许这个段同舟 他也许他是在心里 他也许他 在心里 又是在心里 还在心里 你强调 是在心里 是在心里 你强调 对不起 你还在心里 是 自己的眼睛 就算是段同舟曾经来过我的府上 难道这也是罪证吗 是否是罪证不是我能判断的 难道叔父想让我向陛下如实比明 等待圣财吗 非斩 非斩 你自幼父母双亡 叔父可曾有一日搏待过你 从小你的饥寒冷暖 样样是你婶婶操心照顾你 你七岁突然想要学武 是叔父亲自跑到盟府替你拜师的 哥 叔父 你知道非斩想听到的 不是这些 大人 大人没事吧 没事 都到院子外面去 不许进来 是 大人 我才STAensa冠 legend 叔父 远方说 你这么看 尴尬像灵 想要远 你想吧 这你lu子 多一点 我 陛下对我巡视一族 可谓荣宠之极 可叔父你 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事 你说的那些 叔父从来没有做过 可你说的那些想法 我不否认 为什么 叔父 只要想不明白 你常年在天子身侧 难道你没有看到吗 这些年陛下 一直在闭着眼睛 从来没有替太子的将来打算呢 叔父 绝不是威严耸听 长林王府眼下的声势 你心里也是明白的 先帝的恩情犹在 陛下 和长林王兄弟情深 和长林王兄弟情深 他们可以这样相处 太子将来能吗 如果不加以制衡 未雨绸缪 难保日后 不会血于腥风啊 不 我不相信老王爷 是这样的人 平章 也绝对不是 不信 你的这种想法太可笑 太智嫩懒非斩 难道我们大梁江山天子的皇位 都要仰赖 长林王府的品行不成 他们若为人正 江山则安稳 他们一旦有一念之差 就会风雨飘摇 换了是你 你能心安吗 你能心安吗 你总能有到 你们 真的 我去 家人 我去 你 你 你 我去 你 你 我去 那个 你 我去 你 你 好 我去 我去 你 你 你 听下人说书房动静不对 人也都撵了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了 你们书枝一向和睦 为何要起争执 沈娘 飞斩 你已是朝廷的重臣 心中自有主张 我当然不能勉强 我只是希望大统领不要忘记了 巡视一族百余号人 都是你的血肉宗亲呢 快乐 书父 在我没有抓到段同州之前 我什么都不会说 还望书父今后做事 悬崖勒马 半步 也不要再塌错 惊惹沈娘了 老爷 孩子雨气这么重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非战这孩子心软 没事 没事的 走 贝金啊 灵溪姑娘昨晚找你 有什么事吗 大哥 大统领 内庭寺卫大人到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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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 萧雪为了一个孩子 流了多少眼泪 吃了多少苦药 大哥 你先别生气 灵溪就是身为最后确认 所以才一直没告诉大嫂的 平静 麻烦你去请 灵溪姑娘 一起来一趟 让她来做什么 灵姑娘 为了不尽量当你大嫂 都是暗中谈查 恐怕不能面面举动 你是想再请她来仔细搜查一遍 是的 正好既然她早去了清灵寺 不会惊让她的 我这就去 快去 快去 每天都长了 刚才是 婆婆 臆 真是 也不认为 是 这对 这 belongs 是 这 我 大统领 这上面沾了内亭专卫白神祭坛特别调制的灯油 外造的绝不可能跟这个一样 怪不得我有印象 请问魏大人 除了内院之外 这批灯油还在什么地方用过 回大统领的话 整批灯油共置一百二十斤 除了长林的世子妃 在西山青莲寺许愿用了些 其余的全部送到了 濮阳上师的前天院 专攻白神祭坛之用 知道了 有劳魏大人 魏大人慢走 下官告退 你怎么看 就这批灯油 这就三更多 这 就三更多 想要被连上 所有人都是 每一样 还是 那么 这道法 我必须能在召喷 尼尼误 但凡不太要紧的 就由你代为处理 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faricion器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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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劳领姑娘 世子不必客气 世子请留步 那我就让平晶带过来送送你吧 是 世子 世子 东西是皇后赐下的 但中间经手传递的人 太杂了些 是 你们在这儿守着 是 主持 这些就是长离世子妃到贵寺请愿 所供奉的长明展吗 是 劳娜也知道 陛下亲之遇刺的灯油 许得小心使用 为保灯火长明 特安排坐下弟子轮值守卫 这殿里就没有断过人 主持 还要劳烦住持召集寺中所有的人 帮我查问一下 看看是否有人见过这个人 是 请问主持 一般人等到贵寺进乡 许的都是什么愿呢 南海慈航 山南信女 价钱所求 无外乎 自私兴旺 价债暗康 多谢主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